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宗新聞,昨天不敢說 因為很糟糕,加上昨天是愚人節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的廣播 你不給like,下次沒有東西可以告訴你 YouTube鼓鼓滑滑 你like了,下次再給你們一些影片 另外,支持我們Patreon,五蚊雞毛廣告 這次看到封面都知道 就是講袁家敏 袁家敏昨天說三、四 今天真的有一個峰迴路轉 首先,我本人有阿忠生的Facebook 向傳媒交代了 另外,袁家敏就迅速逃離香港 他說他速逃香港,離開香港 昨天愚人節這件事,我們首先不要跟車太貼 因為始終這跟別人的聲譽有關 沒錯 你沒理由胡亂說 就算不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 我自己在那些估計上 都不會像別人一般的見識 想到就是 你講到那些東西,你真是 你真是看過那些什麼影片多 你真是很糟糕的 說完那些東西,就真的 說不出口 說出口,待會我被人搞定了 當然 這些東西不可以亂說 是的 他只是說了兩個字 幾個英文字 對人家一對父子有點不滿 指控又或者 也不是什麼指控,他說他有一個形容詞 就是一個negative的形容詞 他沒有指控 批評 指控呢 指控他是有一個罪行 告訴你,你敢敢敢敢 你現在一個人怎樣怎樣 他沒有的 他沒有的,他只是說 好像是去過別人家吃飯 當然有些人就說 什麼包什麼 但是我就是看見包什麼 包你三餐 那種 你說那些就是你幻想出來的 就是一男一女 你自己想的 那些東西很多都是想的 我看到網友很多都說的 當然寫到污了啦撻的 但是你們想的 是不是 這些要聽當事人怎麼說 如果他真的這樣 那女生也要單方面這樣說 是不是 他不是說那樣 那你別人那邊 又沒有回應 昨天呢 兩邊都收到傳媒的 不停的訪問 就說 喂,究竟什麼事 人家指控你 這樣 那兩邊都說 沒什麼好說 當然 沒什麼好說 那你袁家敏突然爆出一些 說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今天就研究袁家敏的人 後面可以多說一點 先交代一下事情 原家敏也有些人說漂亮 有些人說不漂亮 阿OK仔你覺得漂亮不漂亮 他是港姐 你看一下圖片 先引誘一下你 引誘一下你 引誘一下你 不用引誘我 行不行 不是我的類型 不是你類型嗎 沒錯 不是你類型嗎 我OK的 我是女兒也可以 厲害 我覺得他又不是太差的 他做得選得港姐最上鏡小姐 2009年 不會太差 那就拍了三級片 那身材呢 就穿好過不穿的 他不穿也不是難看 不過穿了就好像很好看 有些push 身材就不錯 但是之前 看到他拍三級片的訪問 都覺得他人 有些奇怪 有些奇怪 那昨天 就說了些東西 就厲害了 全城就是 嘩 最熱就是昨天 這單根本他最熱 但我自己也不能夠 立即去報這單 因為始終 你亂說 跟車太貼 或者亂說 你很麻煩 好像之前我們 什麼 說不同 什麼 娛樂圈 之前那些 有微博的人 控訴 一些事情 大家立即 蜂擁出來 就說 一定是是是 我們都是保住一個 先看清楚一點 不要這麼快 一定說是還是不是 是嗎 是啊 盡力要求真 沒錯 不要亂說 嗯 那些雜誌寫下 那些是 知嫌 有嫌疑 就沒有說實 不可以寫得這麼實 我昨天 還未在他們那個 中生的回應上面 他已經回應了 還未在那個回應上面 我知道你在想 有些人不是說什麼 你一定在想壞事 我真的 我不是說什麼 我跟阿希哥說 其實我說明星 其實你說女人 為什麼要一定是明星 如果你去做一些 你們想壞事 明星呢 玩來 就要威風的 是 我告訴別人 OK仔這個名嘴 我吃過OK仔的 我帶他出來告訴別人 嗯 那就玩明星 如果不用明星 我普通 說真的 我說他漂亮而已 OK仔說他一般 嗯 大把人覺得他一般 很多女生覺得他一個主婦 是 是不是 你要不要玩他 他又不是真的這麼正 如果是的話 我自己心目中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 因為我猜而已 你知道阿忠先生 有投資一些電影的事業 沒錯 那會不會是 雙方有些工作上 就是可能拍戲 或者什麼 那一件事 去家裡吃過飯 那一種 我一開始是自己這樣猜的 就不是你們想的那一種 你一定是一男一女 你一定會想的 是啊 一開口一開口 大家都想過那一件事先的 是啊 肯定是這樣 所以 當然 你知道4月1號 你不能夠跟車太貼 像我昨天 我自己也出了一個報告 在Facebook 我說我抽了一隻 豪鬼的卡 我抽了6萬港幣 厲害 當然是吹水不抹嘴 昨天的時勢 沒錯 沒錯 說到別人用英文解釋 說出來 就說別人人渣 說到很差 內容就令人有無限的聯想 大家都是英文人 甚至說到 其實這個袁家敏 就是不見了很久 他那一刻 我記得他要播出那個存在感 三級片出的時候 他也跑去跑步 拉一下 跟給傳媒跟 一下 那時候說到 不知是堅定流 還是我記錯 他說那時候拍三級片 就八個水一組 好像我記得看過這樣的報道 這樣 如果收這樣的錢去拍三級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好像也有點 古怪 可能想當時薄熊 對嗎 近年就說會出席一下公開活動 亮一下相 或者主力經營一些KOL的事業 曾經有報導說 他是很富貴的 又月租四萬的半山豪宅 有錢的 為何賺這麼多錢的呢 這個真的不清楚了 加上社交網 只有那些喝喝吃吃的 享受生活的相片 所以曾經多次傳他被人包 他就不理 冷處理 突然間爆出一句 就弄一張 哇 跟別人爸爸媽媽的合照 什麼啊 中培生和爸爸媽媽的合照 英文寫完一大段 英文不好 就無謂說了 他說我不認為 我公開談論過某人的壞話 但是就說別人 就是說他們的父子 絕對是什麼什麼 就太可怕 這樣 就鋪別人的照片 無端端 表示 一年就非常失望 一起 一起 究竟這個一起 是什麼呢 又說到是一場惡夢又盛盛 這樣 寫得相當之樸索迷離 下面 看到東方新地的報導 就說 袁家敏收過大例事 被包三餐送酒 是什麼意思呢 看看 他說除了收過大例事之外 袁家敏還表示 過程中 包早午晚兼有酒飲 他說 什麼 他說 謝謝你們所有的早餐午餐晚餐還有酒 或許我前世欠你們兩個 我不想再長談了 我太仁慈了 這個呢 就是從他的英文那裡譯回來的 袁家敏呢 這個 雜誌形容是炮轟 我又覺得不是什麼炮轟 我覺得就是奇怪的言論 究竟他們認識不認識的呢 有些網民就說 4月1 玩也不是找這些玩 當然 連登有很多話說 袁家敏在網上 其實他已經有試過曬身材 吸過200萬的點擊 我相信 很多香港的色情人 一定都看過他的三級片 我看過幾次 老實說 沒什麼看的 曾經說 有些出附的影片 超過250萬的點擊 吸引到意大利品牌 邀請他設計首飾 不過他表示 因為疫情關係 令到工廠停工 以至計劃被延期 講到這裡 因為我本人有 鍾生的Facebook 我們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鍾生說什麼 怎樣去澄清 那一段所謂的 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樣 很厲害 Facebook一彈出來 就看到 就看看他講什麼 這個在 鍾培生的個人Facebook 他都公開回應 之前他不回應 他說 認識這個女生 2021年初 透過朋友 介紹 認識 袁小姐 其後見面幾次了 聽到他的故事了 為他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 其後認為性格不合 去年年中已經停止見面 其後 袁小姐一直都私信鍾生 而他也多次禮貌地拒絕了他 直至去年年尾 袁小姐曾經多次私底下 和公開地在社交媒體上騷擾他本人 和很多朋友 而且索求更多的經濟援助 鍾生說 對此採取冷處理對待 自此和袁小姐斷絕一切來往 至於和他父親生日的合照 是他今年3月17日發出的 袁小姐的截圖是3月18日的截圖 他處心積累直到4月1日才公開發出 引致當日的網絡搜尋成為榜首 這件事發酵到是No.1 內容引導傳媒和網民 猜測他在我家住了成年 我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 不會吧 不會的 你看他 鍾生經常拍他自己家裡的YouTube 叫人上去打拳 很大的 這女兒的關係 跟他在4月1日之前完全沒有見過 我覺得這是奇怪的 他就說 引導媒體和網民猜測他在他那裡住了一年 當中提及什麼古怪的要求 甚至無理到令人猜測 是多人運動 這個中生自己寫的 很離譜 由於產生了太多誤會 以及有些媒體的查詢 他說這個事件 本人決定不要再跟上次一樣冷處理 因此澄清他所引導的內容是不進不實 他就說到 中生的家庭是非常融洽的 同時重申 我和袁小姐的關係只是見面幾次 其後半年以上就沒有見過面 自此就不再對任何這些不實報道和猜測 作出回應 同時就對所有不實內容的公佈 保留一個追究的權利 這就是中生的回應 對 不要亂說 所以 為何袁家敏會速逃 這是東方的新聞 究竟說什麼呢 看看 就說自己最新的動態 已經離開了香港 更加表明是搭長途機 Living Hong Kong Zoom 就說很快會離開香港 準備迎接相隔2.5年後的長途機 但就沒有再提及他們父子 這樣就再曬出兩張風景相 就自己飛去法國避世 因為他近日睡得不好 就想去外國放鬆一下心情 更加是掙扎著 應該飛去巴黎 還是飛去香膠的地方 同時他也提到自己 將會離港兩個月 兩個月就想著可以了 睡不好 精神壓力大 兩個月 這個奇怪 如果你說避免一些法律的刑責 兩個月就幫不了 你要回來 是的 但如果你在那邊 歐洲 如果有BNO 不用回來 或者還可以 但為何無端端 講完這些話 就要著草 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奇怪 這些也是令人一個謎團 同時他提及自己 將會離港兩個月 對這些事件 就不想再多講 因為這件事很複雜 和很傷感 都說了 他自己說一些又不說一些 是呀是 不是又不是又不講細節 對 只有說了這樣 突然間 譬如我說OK仔 OK仔你是人渣 然後讓人猜 你每一句說話都有一條尾巴 是的 我多謝你供養我 總五萬三餐和酒 我說你OK仔 人家都會有無限的聯想 對呀 是嗎 我覺得這些事情 你說清楚又不清楚 不清楚 發文一出 又令人聯想到 遠離香港的是非地 我是原文讀出的 照本宣科 在東方日報 他還決心飛到 有這麼遠得這麼遠 是不是逃走 東網就說 找到 袁家敏 問到他未來有什麼做 他就說 畫囊 兩個字回應 就說自己繼續在畫囊工作 問為什麼離開 他就說 睡得一般的 飛一下 又會無端端的 這個很奇怪的 速逃香港 袁家敏 研究一下這個女人 我覺得她 你說她不漂亮 就花了各眼 她不漂亮 就選不到港姐 最上鏡小姐 當然 是不是 她一定有她的知識 身材 也挺戰鬥格 你看她有前有後 大鑼有 也是OK的 漂亮不漂亮 見仁見智 我是正常男人 我吃得下 你看她這些 你看她這些 是嗎 你不行嗎 沒有說不行 你看她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 就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 沒錯 你說她漂亮不漂亮 你去洗一下房子 或者看到她比她好 所以 某些方面 你說這樣 我說為什麼要吃這個 如果你說是吃 傻的 我說有很多 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個人情感 抬下去 是啊 有些人會說 你什麼什麼 可能她潛台詞 有些網友留言 就會這樣 把自己的潛意識 潛台詞 影射下去 她樓下 那些文字裡面 你可以看到 唉 這些真的 唉 真的 我自己個人 我給錢也不是她 很老實 你做明星 你一定是周圍洋的 不是啊 要拿來威的 不是啊 我覺得不是 有些人 聖所謂那個思想 貧窮限制思想 是 貧窮限制思想 真的 你什麼 不會什麼 你主要說 唉 就是等同 你有錢 真的有錢 那些 會不會啊 經常拿一些 努力士 佩德菲列 放在網上拍照 廣留時間 有多寶貴 不會這樣做這些 當然不是 會有 但是呢 很多 一賺少少 或者一賺少少 或者一賺少少錢 就想著在那裡傻 人家 那些有錢一定會這樣 那是你想的 你想的 是啊 有錢 一定會這樣 你自己想想 那時候大樓和黎比德 難道黎比德 和大樓什麼什麼 你都愚蠢的 是不是 只是你覺得 這些事情 說到袁家敏 其實作為一個講者 去拍三級片 又真的非常厲害 是 是不是 那時候好像說 徐政的底褲 比黃禎 就是 這樣 試鏡 試鏡 這樣 那又會 因為他之前呢 其實是 沒有什麼 入了行 你都知道 女仔 這個圈大把女仔 如果你肯剝 就做了 女主角 是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聽過 八百元一組 但是現在看到另一個報道 就說 袁家敏拍那套鴨王 是 我相信大家都走去看看 就曾經收過 百萬的片酬 就說 毛馬裸露畫面 嘩 率先流走 因為他那時候 露了點那些 就無端端 吐氣未上 自己已經是 出了街 那就氣死他了 那其實呢 這個女仔 我講一下她怎麼入行 先 她就入行前 就曾經在這個陳可新的電影公司 就任職發行 就是做做發行的工作 2009年 那她就去選香港小姐 2009年對現在已經是 都 十三年了 那當時呢 她就二十四歲了 就去選港姐 那現在就三十七 那提名人呢 啊 猜不到是誰 你真的猜不到 是誰 吳君如 就是陳可新的老婆 吳君如提名她選港姐 所以引起媒體的注意 還拿到最上鏡小姐 你知道 現在做到港姐拍三級片 真是滄海為豬 也是 近年 但是最終三甲都不入 加入TVB 是有拍過的 但是呢 就沒有什麼 就不是太理想的發展 去到2013年 懸弱之後呢 袁家敏啊 就轉頭 Paco 主理的太陽娛樂文化 那她呢 就轉型 做電影演員 拍過什麼 都是KDF來的 倒城風雲 涉聽風雲3 殺破狼2 都有你份 我都有份 豪情3D都有你份 那我看看 原來去到 在這個七年前 她就參與王晶監製的三級片 額王 那袁家敏終於 都有這個演藝事業的高峰 因為佳因她豁出去 話畢是港姐脫衣露點 來講 真是很難的 沒錯 那電影宣傳 亦以港姐出身的 她露點拍三級片 就作為賣點的 那袁家敏曾經透露王晶 就說選角要求很高 她是因為想找一個 自然的女演員 又說要看她能不能夠平均 皮膚膚色方面 每方面 就不只是說空暴大小 那當年 袁家敏在王晶面前 就脫了一條底褲去試鏡 那王晶就大讚她三個條件 天然 顏色 像鬼妹 不太像亞洲人 這樣嗎 像鬼妹嗎 不是啊 很像鬼妹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待會看看 好像不是 我覺得身材不錯 挺好的 但是不是真的像鬼妹呢 待會讓你看看 好奇姐 大部分觀眾都關注袁家敏的身材 但對她來說 《鴨王》是一部有色情元素的劇情片 是要演技的 她說 其實這麼大膽的戲 對演員是一種很大的挑戰 也因為這樣 我從來都沒有被級別影響到我 也花了不少時間去鑽研內心戲 奈何宣傳的時候 大家都只集中在身體裸露 她說真的 隨之餘都要演的 這樣 那就是這樣 有劇情的 你有欲 喂 你叫人不要關注你 這件事 你不要凸出來才行 很難的 你把他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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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人理會你 你 是不是 你叫人不要關注那件事 你剝 我還有其他東西 給別人關注 你又跟別人說 我的顏色不像鬼妹 你真的很尷尬 很尷尬 說到這個位置 你又想看別人的外皮囊 但同時又叫人 要看你專注 我們演戲 有演技 不是只有皮囊 但這部電影的賣點 其中一樣 就是賣你的點 當年《鴨王》 有很多新聞 投訴藏戲本身說兩場 製作六場 就變成臨場加氣 他想著你能多脫拍 只要硬着頭皮 就半推半就演下去 他一開始 監製黃貞跟他說 只有兩場情慾戲而已 其中一場就是凌晨1到2點在遊艇拍 他到現場才知道要加氣 他說拍就拍 當時他提供身邊也沒有帶助手 半推半就拍了 當時也有哭 但也沒辦法 沒得推 黃晶也有很多次,像朱欣那些,如果你說那套東西叫強姦 制服誘惑他就不差拍了 拍一下剝一下又多一點,就拿來做封面 朱欣拍了三級片,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但女生你也明白,有時候什麼就銷售什麼 去到電影未正式上演,部分就沒有做後期 無馬激情片段在網上瘋傳 當時袁家敏情緒大受影響 這些也是的,怎會流出來 曾經表示晚上都失眠,早上緊張到吃不下飯 在街上怕到手都會震起來,所以拍三級片就想過就讀 其實這個位置有事看,他說事後的人很擔心 不敢外出,其實很怕面對人群,怕人指指點點那樣 但問題是,你又要做這一行 要拍這些電影 他自己也過不了自己 其實自己如果過不了,我不是說你什麼預料 我不是說這件事,意思就是說 你過不了自己的關,又何謂要拍呢 所以就拍了 對,所以就是這個位置 就拍了 公民論點也好 不拍都拍了 不拍都拍了 對 旋到橋頭自然直 現在直了,飛去其他地方 有什麼最新的消息呢 先再說 有什麼就不要亂說 這些是別人的聲譽 我們做媒體都不能亂說話 今天就跟大家最新的報導 就告訴你這個意思了 下節再聊 拜拜